你問B跟C,有關於基因表現中各效素功能配對核的正確 我們來看B,他說RNA聚合酶 他是沿著mRNA形成多胎鏈嗎? 錯,他沿著DNA的膜板骨做出mRNA才對吧? 那所以他錯亂了,聚合酶是做出mRNA 那沿著mRNA合成多胎鏈是誰? 是核糖體,核糖體進行轉譯 所以這題的前後搞混了,前面的聚合酶在做轉譯 而後面的核糖體做的是轉譯 所以這題就不對,核糖體 這個B錯,我們試選一下 限制酶是不是去除內叉子做RNA剪接的? 不是,我們當時在介紹RNA的修飾發生在增合的時候 包含了五端加五端帽,三端加多線標準尾 中間要瘦身,就是內叉子要剝掉 那個酵素不是限制酶 我用兩個試證來證明不可能是限制酶 試證一,限制酶切割的對象是DNA 限制酶切DNA 還記得嗎?例如限制酶EQR1 切割的DNA序列叫做G-A-A-T-T-C 有T是DNA 限制酶切DNA 可是我們現在討論的是RNA的修飾 切的是RNA 切割受值不對 第二個也是重點,請問誰有限制酶? 我們增合生物沒有,有限制酶的是細菌 細菌的限制酶是用來切割入侵的病毒DNA 那是細菌的免疫系統來抵抗入侵的病毒DNA 細菌才有限制酶 但是細菌的mRNA不修飾 所以它限制酶不是來修飾的,因為細菌不修飾mRNA的 所以脫了兩個試鎮讓你們知道一下 限制酶跟RNA修飾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答案不是他 那做RNA剪接的是誰? RNA修飾那個修飾是誰呢? 我們還沒教 那是高三課程第一章的部分 那個酵素就是RNA它自己 它自我切割 所以這個RNA本身也是酵素 叫核糖酵素 那是高三第一章的課程 我們之後就會學到 所以這題字也是錯的 好,請問大家這樣多選 單選一八題就沒問題了嗎? 對,對 所有的RNA都是由DNA 經由RNA聚而酶轉入而來 轉入哦 所以RNA都是經由DNA轉入來的 不論你是什麼RNA都一樣 包含mRNA,包含tRNA,包含rRNA,都是的 好,以上就是第八題單選 好,以上就是第八題單選